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论 第三个生词 点形 点形 第四个生词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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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生词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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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生词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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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个生词 议然 既然 既然 第九个生词 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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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第十个生词 开拓 开拓 高峰 第十个生词 高峰 第十一个生词 植物 植物 第十二个生词 植物 第十二个生词 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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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捆绑 第十三个生词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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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个声词 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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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个声词 鼓动 鼓动 第十六个声词 夫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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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个声词 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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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个声词 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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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个声词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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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个声词 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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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个声词 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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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寒 第二十三个声词 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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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个声词 记载 记载 第二十五个声词 第二十五个声词 差别 差别 这二十六个声词 第二十六个声词 连锁 连锁 第二十五个声词 第二十七个声词 包装 包装 第二十八个声词 第二十八个声词 衣装 衣装 第二十八个声词 第二十九个声词 第二十九个声词 第三十八个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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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差 相差 第三十三个声词 古董 古董 第三十四个声词 在意 在意 第三十五个声词 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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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个声词 赤道 赤道 第三十七个声词 专题 专题 第三十八个声词 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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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个声词 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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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个声词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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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个声词 第四十一个声词 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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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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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个声词 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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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个声词 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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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个声词 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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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个声词 储蓄 储蓄 穿越 第四十七个声词 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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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八个声词 第四十八个声词 将就 第四十八个声词 第四十九个声词 支配 支配 第四十八个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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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 执着 接下来我们来复习课文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分析课文的题目 课文的题目是 背着电饭锅 拍北极 这里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背着 一个是拍 它怎么样的去拍北极呢 是背着电饭锅去拍北极 拍是什么呢 拍照片的拍 那么我们这里 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背着电饭锅去北极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要拍北极 拍什么样的照片 好 课文的书写部分 是这么说 这篇课文 讲述了王建南 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 从取得事业成功 到艺人辞职离开 再到恋上北极 他的经历很传奇 也带给人们思考 我们究竟为了什么活着 请参考 练习五 把课文缩写成400字左右的短文 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缩写的一个结构 首先 他要减述一下 王建南的工作经历 比如他大学毕业做过什么 我们介绍他的工作经历 那么 他做什么工作 大学毕业做了什么工作 然后他的这个报社 领导的报社又怎么样了 最后他感到身心疲惫 毅然决定怎么样 他是怎么辞职的 他原来是有工作的 有一份很好 很正式的工作 后来辞职了 那么辞职后 王建南有什么经历 所以我们这个文章就是 分为辞职前和辞职后 当然 这边课文主要是说他拍北极 所以我们辞职前的这个工作经历 不能写太多 简单的写一下 所以这里说的是 结束 辞职后 先是不久 先是不久 再后来 我们要用一个时间来连接 先是怎么样了 不久又怎么样了 再后来又怎么样了 这样才能构成一个非常一个文章的科学 很科学的体系 先是怎么样 不久以后 再后来 书中一般是怎么描述北极的 那么他以前 他为什么去北极吗 因为这篇课文是说 背着电饭锅拍北极 他为什么要去北极呢 他写了书中一般描述的北极 大约四千年前 什么图中遭遇了什么 最终有退进什么 住什么 用什么 然后生存下来 这是以前在书中描述的 描述的北极 那现实的北极是什么样的呢 书中描述的就是 以前我觉得北极是什么样的 后来我就自己去 去了以后就发现真实的 现实的北极 屋内怎么样 连锁超市怎么样 年轻人怎么样 就是不一样的北极 发现了不一样的北极呢 为什么他又背着电饭锅去拍呢 他就什么 他现在就要专注于 拍北极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他不再在意 他只专注于 他采访的专题是什么 那为什么背着电饭锅呢 为了节省开支 王建南夫妇采取了什么措施 也就是背着电饭锅 是什么 他们节省钱 省钱 那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段 王建南大学毕业 做过摄影记者 新闻评论员 编辑 他做过三种工作 50岁做了社长 也就是说 他做了 他做过摄影 他做过新闻评论员 做过编辑 还做了社长 他现在的地位 社会地位很高 所以我们介绍的时候 要说 他以前是做新闻摄影的 他50岁做了社长 追求完美的性格 使他领导的报社 成为中国报业改革的典型 每天都会有一波波同行 前来考察 访问 就在王建南 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 他毅然决定离开报社 他累了 他身心疲惫 他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 力所能及的开拓新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 这里首先 他做到了社长 然后呢 他的报社呢 成为了报业改革的典型 在王建南事业的高峰 你可以在他的高峰 在达到高峰也可以 他决定辞职了 因为他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这么的 解写第一段 第二三段 第二段 没有了职务 王建南像是从捆绑状态中 被释放出来 一身轻松 他先是办了家企业 不久他跨洋过海 到了加拿大 再后来他练上了北极 第三段 以前他一直认为去北极不是普通人的事 记者出身的妻子鼓动他说 年轻人自驾都能去 怎么不行 于是他们出发了 王建南呢 王建南呢他没有职务 那也就是说他辞职了 王建南辞职的时候 他办企业 他先是办企业 不久以后到加拿大 后来呢他到了去了北极 练上了北极 是去了北极 他的妻子鼓励他 鼓动他去北极 那么为什么他以前认为 一直认为去北极不是普通人的事呢 他觉得北极这个地方很冷 他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所以妻子就鼓动他 记者出身的妻子 也就是说他的妻子是做记者工作的 第四段 英纽特人的传奇是鼓舞他们夫妇 勇闯北极的最大动力 一路上 王建南头脑中全是书本中对北极的描述 大约四千年前 最后一批跨过白岭海峡的亚裔族群 向美洲进发 途中遭遇印第安人的围堵 最终退进气候恶劣的北极圈 住雪屋 用长矛打猎 他们遇到过想象中难以度过的灾难 最后在饥饿风暴 严寒中奇迹般的生存下来 成为北极最大的原住民部落 这里就讲了他们为什么去北极 汪建南呢 刚开始是觉得 北极 是有一个传奇 有一个英纽特人的传奇 英纽特人呢 他们就生活在北极 英纽特人就是生活在北极的 英纽特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传奇呢 他们什么样啊 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 在四千年前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 他们遇到了想象中难以度过的灾难 但是呢 最后在饥饿风暴严寒 你看有这么三大困难 在这三大困难中生存下来了 所以呢 这个英纽特人的奇迹传奇故事 遇到困难 还是努力的生存下来 这样一个传奇故事 鼓舞他们夫妇 永闯北极 我们看第五六段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北极呢 到了北极 他们惊奇的发现 现实和文字记载中 英纽特人的生活 差别竟是如此之大 哦 他们发现英纽特人的生活 跟书中记载的 记载的很不一样 英纽特 村落家家屋内 温暖如春 家电齐全 户户都能上网 并不是 他们 并不是还在原始社会 他们现在家里很舒服 有很多家电 而且能上网 连锁超市里卖的是包装食品 年轻人穿着时髦的衣裳 潇洒而快活 所以这里的生活是很舒服的 记者的职业本能 让王建南产生了这样的冲动 用我的照片让世人知道 北极的过去和现在相差多么遥远 老照片已成为了古董 那时的北极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就是英纽特人 他们以前的那个老照片呢 已经成为了古董 那个时候的北极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现在很舒服 有温暖如春嘛 他们室内 还有很多家电 有超市 年轻人还有漂亮的衣服 所以 他觉得这个 现在的北极 跟以前的北极不一样 他想用照片 让世人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北极的过去和现在 相差多么遥远 我们看第六段 从此 王建南不再在意自然风光和千奇百怪的动植物 只专注于人文 他不再在意这个自然的风光和千奇百怪的动植物 什么叫人文呢 专注于人文 人文是什么意思呢 她的镜头中有捕捉动物的妇人 有赤道血统的北极姑娘 她的采访专题是 北极人文圈 这里又一次出现了人文 这个人文是什么呢 有人 里面是什么 捕捉动物的妇人 她们 什么呀 是一个有特点的 是捕捉动物的妇人 是 有 还有赤道血统的北极姑娘 就是表现这个人身上的一些特点 人的文化的精神上面的一些特点 就是人文 他知道 最后一句 他知道 抢救英纽特人生活中正在消失的东西 刻不容缓 那么 可能英纽特人呢 他越来越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了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 想要捕捉到一些北极那个地方的一些特点 那其他地方不太会有 再有那种在雪地里 北极那个地方捕捉动物的妇人 也不会有赤道血统的北极姑娘 因为赤道血统这个 是在很热的地方 但是他现在在北极来了 那就是第五段和第六段 就是说了 在 北极 他们发现 不一样的北极 然后 王剑南就想拍出一些照片 拍出一些新的照片 来让世人知道 北极的过去和现在相差多么遥远 而且 他的 采访专题呢 不只是说新北极 而是说北极人文圈 北极里面有一些人文特色 比如说有捕捉富人 动物的富人 有赤道血统的北极姑娘 最后两段 第七八段 第七段 他和妻子往返北极十七次 支出很大 他们处处精打细算 千方百计节省开支 免得多年的储蓄 减少得太快 即使穿越辽阔的无人区 他们也 只租用最便宜的汽车 发烧腹泻什么的 也多数是自带药品解决 他们带着饭锅 面条 自制肉酱 时常煮一锅面条 放点蔬菜和肉酱 将就将就 就是一餐 这一段说了 饭锅 也就是课文的题目 带着店饭锅拍北极 他们为什么要带着饭锅呢 他和妻子 他和妻子 支出很大 去北极的时候支出很大 他们要往返十七次 去了时候就 去一次就支出都很大 要有十七次 他们的支出很大 支出也就是花的钱 所以他们处处精打细算 你可以写 把它在你的书写里面写下来 他们精打细算 所以带上了饭锅 面条 自制肉酱 自己做饭 然后他们租最便宜的汽车 生病了 也是自带药品 不是去看 不是去医院看医生了 所以这都是他们精打细算的表现 要节省钱嘛 用便宜的 最便宜的汽车 买药品 而不是去看医生 自己做饭 而不是去饭馆吃饭 吃饭馆吃饭也很贵 所以第七段就是说 他们怎么节省开支的 第八段 日子艰苦是艰苦 可是王建南却很有幸福感 他愿意自己支配自己的生命 执着的要为历史留下些印记 所以最后一段说的是 王建南为什么要背着电饭锅去北极 去拍北极 因为王建南他觉得 虽然背着电饭锅拍北极很苦 你也可以说很艰苦 但是他却觉得很幸福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 在支配自己的生命 而且能够为历史留下痕迹 留下印记 好 那我们的书写部分就讲解完了 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次录课我们再见